比較嚴肅一點的話題就要講一講 在香港就有人當然是搞自己 其實他是一個... 我不否認他是愛國的 首先我要講 愛國的人他就去搞人家法輪功的街站 很坦白說 結果他就被人告刑委 應該是 這件事情 有些人當然會出來說很冤 愛國無罪 刑委有理 他們嚴格來說不是說刑委有理 他們就這樣說愛國無罪 不過後面那是我家的 我也要先講 但是我建議大家要理解一下 現在國內都在搞一件事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沒有人理會的 其實都 這本就是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從書 這本書叫做 全面依法治國 建設法治中國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在這本書裡面 其實呢 第九章 裡面有講到的 就叫做 推進全民法 建設法治社會 就是 很坦白說 有些人在香港搞的事情 其實就是 令到香港是倒退的 我也想說 如果你是不喜歡法輪功的 你認為法輪功應該被取締的 你應該在立法會那裡提出 現在反正那些KOL都有議員 還有一些KOL 跟衝鋒車議員都很熟 那你為什麼不去叫衝鋒車議員去動議呢? 就是說要取締法輪功 說法輪功是邪教的 為什麼你不去這樣做呢? 對不對? 你不需要支持那些人去做一些違法的行為 為什麼內地都會推進全民手法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內地有些人不太守法 在香港當然也有些人不太守法 還有有些人專門走在法律灰色地帶邊緣 是不周圍走的 好了 明翰就說 違法就是違法 任何堂而皇之的正義理由 都不可以濫用私刑 沒錯 其實你能不能夠支持 就是那些 我們19年見過很多的私了 那些什麼呢? 其實當然是不行的 我們解釋過很多次的 那... Quad Wing L就說 以前是愛國無罪 抗議有理 現在是愛國無罪 賊野無罪 其實呢 賊野可能是有理的 哈哈哈哈 就是... 如果有看《還看今早》的網友都知道 就是 愛國無罪 造反有理 就是這些 哈哈哈哈 是說這些 那你在香港搞這些做什麼呢? 其實香港是不應該搞這些 香港是一個雙浮 還有呢 香港一向都是一個法治社會 那你說法律不公道的 就是... 窮人就被法律制度針對 那其實香港的法律制度呢 你說 是不是幫有錢人呢? 那事實上也是 就是 我真的不怕告訴大家 但是你說 你說如果 那法律制度 有些東西要修改 那你應該經過立法程序去改嘛 是不是? 就不是... 就不是說 就是我覺得這條法律 不對我就不去搜 好 那不是這樣的嘛 對不對? 那這章就說了 愛國無罪 犯法有罪 那現在當然會判刑 之後我相信有些人 又會出來說冤 對不對? 哈哈 有個冤字 哈哈哈哈 又弄個冤字出來 其實你弄個冤字出來 某程度上是告他藐視法庭的 讓我讀一下這本書裡面第九章給大家聽一下 其實推進全民手法和建法治社會 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全民手法是建設法治社會的一行系統工程 是法治精神真正滲透到社會生活每一個國發揮自身重要作用的制度保障 在黨的五大明確提出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之前 江澤民同志就對全民手法在依法治國中重要意義給予了充分的論述 有些人說習派和江派反對 我跟大家說不是 其實習主席做的事情是一脈相承的 其實基本上是在前領導人的基礎上再做的 那你說前領導人有些事情是否做得不好 但是我也要說回時代局限性 好了 江澤民當時怎麼說的呢 就說 公民治國手法依法維護國家利益和自身權益 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基礎 胡錦濤同志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文裡 也強調指出 要加強法制宣傳教育 增強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 特別是要提高黨員領導幹部依法辦事的能力 認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自覺學法手法用法的社會氣氛 這個社會氛圍應該這麼說 在黨的十八大報告裡面 胡錦濤同志又第一次在黨的正式文件裡面 明確提出了全民手法的概念 強調要增強全社會學法專手法用法的意識 黨的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特別強調 全民手法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四個重要環節 四個重要環節是什麼呢 第一科學立法 第二嚴格執法 第三公正司法 第四是全民手法的 這個四個環節裡面是很重要的一個 全民手法 並且將全面手法和建設法治社會有機地聯繫在一起 強調法治社會的形成 要依托全民手法的保障 那麼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 法律要發揮作用 需要全社會信仰法律 你看看香港有些人在搞什麼 好了 2014年1月7日 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面 習近平總書記 對執政黨帶頭手法 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為全民手法指出了工作的重點和重心 那麼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 黨既然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 亦都領導人民執行憲法法律 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大頭手法 與此同時 習近平總書記 還對黨應該怎樣帶頭手法 作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 即是 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依法辦事 帶頭遵守法律 勞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碰 法律底線愉悅的觀念 因此 全民手法成為全面推進 依法治國系統工程裏面的 一項基礎性事業 現在很少人聽 已經走了很多 不過不要緊 我們都會講的 全民手法確保 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參與者 社會關係的所有領域 都能夠遵從憲法和法律的權威 形成良好的遵守和服從規則的手法意識 堅持全民手法 就是要弘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保證領導幹部黨員和普通群眾 手法要求和手法狀況的一致性 反對各種破壞法治的特權現象 有效解決有法不依的法治難題 從整體上提升全民手法意識和水準 為建設法治中國和法治社會 提供全民手法的有力保障 全民手法從制度上去看 既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各項法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又是建設法治社會的基礎性工作 法治國家必須要建立在這個相適應的 法治社會基礎之上 而全民手法就是法治社會 賴以存在的社會條件和制度基礎 沒有全民手法 法治社會就無法形成 法治國家也不可能建立在和諧穩定的法治社會基礎上 所以必須要將全民手法和建設法治社會 放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項事業 最重要最基礎的地位上 來推進落實 就是這樣 好了 所以呢 有些人說好愛國 其實根本對國情 什麼了解都沒有 這本書其實我看了兩次 當然這本書我沒有放棋子 為什麼呢 因為這本書 就不用放棋子 因為他做得很好的 這本書 因為他是這樣的 他那個目錄裡面 他很清楚 因為裡面他就有 推進依法行政 建設法治政府 推進司法改革 實現公正司法 還有 推進科學立法 建構良法體系 那些重點 其實他已經是有張節 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放棋子 但是 這個都要說 其實 習近平總書記 對法治來說 是有 論述 重要論述 理論邏輯 是重要的 如果你連這些都不去留意的話 就在那裏說 愛國無罪 你真是 很糟糕 我只能夠這樣說 非常糟糕 還有 習近平總書記 關於法治的重要論述 的戰略設計 他都有講清楚 其實就是 如果你 連這些都不去了解 就聲大大話 自己 我好愛國 愛國無罪 那 這就真是 整件事是不適合的 輝日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說 南陰政軍愛國 口號 和反清覆 就是一樣 他們有好處 我們做這些事 沒有好處 說真的 我為什麼要看這些書 我工作都沒有什麼 沒有必要看這些書 我是愛中國 才會看這些書 老實說 有些人 他們不斷標榜自己愛國 我自己是好笑的 說真的 但是 為什麼我會看這些書 有些人會說 你裝模作樣 你都不是看的 情況就是 有些事情 你要知道 那個理論基礎是怎樣 然後你才會比較容易去判斷 那個政策的走向 其實現實就是 如果你不是 理解一下 國內現在在搞什麼 你怎麼可以判斷 他的政策走向是什麼 對不對 Stella Im就說 不能夠以愛國做藉口 去做違法的事 其實很多人都會 現在大件事就是這樣 還有 國內都在搞這些事情 我當然要說 國內是未做好的 如果國內是做好 就是法治中國的 搞定了 他就不用做這件事 不用有這個論述 就是全面醫法治國 建設法治中國 不用做這些 因為已經搞定了 對不對 但是現在是未搞定 其實就 大家其實應該 就去守法 應該 就是去 幫幫忙 我都不想說 有些事情 有些人其實 他做的事情 就太握束了 我才能夠說 有些人在香港 還要拖整個中國的後腿 做些事情 就是他們做的事情 就很方便 沒錯 你說 法輪功那些 做的事情 很握束 周圍傳擾 那 他有沒有犯法 這個問題 你要明白 如果他有犯法 你就告他 對不對 你找執法者去做 就行了 你不用自己動手 對不對 沒有必要的 對不對 那 GKYD就說 不守法的話 就是 愛國 跟違法達義的人 有什麼分別 他現在就是違法愛國 違法達至愛國 那對不對 那當然是不對 整件事是亂來的 整件事是亂來的 那 社群網友就說 大多數的網友 有分析能力 一定有守法認識的 當然是 我們也不會口號認識愛國 一定要了解一下國家在做什麼 就是 你口號認識愛國很容易的 我愛國 我穿飛躍 隨便說是很容易的 但你實際去做 你要做些苦工 有些人 放一本書就這樣放在這裡 都沒有看過 很明顯 因為他做的行為 你就可以知道他沒有看過 裡面說什麼 其實就 那好了 那講到這裡 其實就差不多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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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在背後的書架上做樣子 其實 我還有些書是沒有看的 就是 上次 其實幾年前 我在北京買了 你要想一下 買這些書可以買幾千人民幣 我買幾千人民幣 一本很便宜 一本幾十元 我買幾千人民幣 其實我還沒有看完 還有很多書 老實說 全部都是講這些 就是習主席那些論述 就是學習從書 基本上是買了 那當然 你說 我是不是學習先鋒 我都不敢說自己是 但我都盡量了解 其實是 就是 你了解這件事 你就可以 對祖國的走向 發展走向 你多一些準確的判斷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好了 Vivian Tech 說 容許法輪出宮 存在好事 表示言論自由 香港是不同內地的 其實香港一國兩制 有一個體現 究竟是什麼呢 你只要不是亂到大局的東西 其實在香港是可以出現的 就是你亂到大局的東西 就是 在香港當然不可以出現 就是 有些東西亂到大局 其實你給它存在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認為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 那 好了 講到這裏 其實都差不多了 那 Connie Chan 說光頭幾 就跟 就是 米妮王后 或者米妻王后 似乎你怎麼說 米妻之後 那 學愛國 就大麻煩了 如果是 好了 講到這裏 其實就差不多了 就是這個 比較沉重一點的話題 就是 老實說 你 去看看內地在做什麼 你在香港做得比內地 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說 有些人是 要把香港搞到 跟內地 有差別 但是那個差別 就是要香港比內地 那是不行的 其實 香港跟內地 一直都是有些分別的 有些東西 就是法治 那些東西 就是法律體系那些 其實香港是比較好一些 就是香港是法治社會來的 其實在內地 你說是不是法治社會 其實現在都開始是 但是有些地方當然不是 就是我們都很認真地去說 尤其那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有些是做得不好的 就是我們都知道 那 講到這裏 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回來 我們就講一下其他的話題 休息一會 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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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